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叶海音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哲学现场 我们已经算是进入第六个哲学现场 那如果大家有从第一个现场 就第一集看到现在 大概可以发现说 我们这个现场是按照 整个哲学史发展的一个过程来安排的 那我们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 因为我们第五个现场 就是中世纪准备要结束了 那今天我们其实就是准备结束 整个中世纪的哲学 进入到近现代的哲学 中世纪的结束是近现代的开始 这句话不只是有时间的意义 它其实更有哲学思想的意义 也就是说所谓的中世纪的结束 到近现代的开始 也不只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卡 而且是西方文明 整个进展过程中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 是一个新的标记 那我们想想看 在整个中世纪的哲学 主要的问题是在人神之间来回的 就是我们上次已经说过 他们一直在理性和信仰之间来回走动 而且他们很努力地要去维持 人类精神生命的一个杠杆的平衡 这个杠杆的平衡是求人神之间的平衡 人的灵魂跟肉体之间的平衡 就是我们如何来信靠上帝 信靠所谓的天主 然后来求得救赎 但这个过程总是要告一个段落 也就是说到了13世纪14世纪左右 整个哲学家的工作 好像已经有一个新的工作出现了 这个工作出现 就是说他们已经不花那么多的心思 去证明天主的存在 上帝的存在 而他们就回到人身上来 人如何活在这个人世间 这个问题来思考 哲学的问题 已经慢慢回到 我们自己人类的生活的现场 开始关注到人的存在本身的问题 生活的问题 开始思考自己的存在的意义 而不需要完全靠着信仰 去找回人的终究的皈依 而是想说人如何活在这个人世间 所以可以说 在整个中世纪结束的时候 人就开始思考人自身的问题 我们不是说中世纪没有思考人的问题 但他们是通过信仰 还有信仰跟理性之间不断的对话 所以他们花很多时间去证明上帝的存在 那现在他回到人自身 当然要来好好思考人存在本身的意义 就是说他们通过自己的语言 通过我们的自身的这个所属的这个世界的一个现实的情况 来好好思考我们是不是真真实实的活在这个人间 而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哲学家总是有法宝的 我们有时候会说英雄有一个形象 英雄总是握着宝剑 这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 而哲学家也应该有他的武器吧 那我想哲学家的武器就是他的思考 他的哲学 他的思考的能力 他做哲学论证的能力 他怎么去通过观念的辨证 也可以说是一种很有系统的理论的这样的推论的过程 去找一些根本问题的答案 去找人的一个存在的真相 人的存在意义 还有人跟世界之间的一个真实的关系 当然更重要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就像现在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伦理学 是在探讨人我之间的关系的 好 那我刚刚已经说过 这是大约发生在13世纪末到14世纪初 所谓中世纪快要结束的这个阶段 我们发现有一个哲学家就拿着他的武器 这个武器后来我们细称为是所谓的剃道 这个人叫做奥坎 奥坎 那他的这个武器我们称之为奥坎的剃道 我们今天就是要谈奥坎 这把剃道下的 所谓他的思考的利润底下的所谓的哲学现场 他认为我们必须要凭借自己的思考跟推论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他已经慢慢的可以说是思考的一个方向脱离中世纪的 人神之间 理性和信仰之间的来回 而直接想要靠自己的我们人自己的思考经验 来认识我们的世界 来观察我们自己的经验 而他奥坎也认为唯有通过我们自己的思考 等于是一种自立的 不再用他力 相对的比较不是使用他力 来做自身的一个对于自身和世界的观察 这是他的基本的观点 所以他一般被认为是影响当代世界 所谓的自由民主世界很重要的一个哲学思想的先驱 这个哲学思想就是所谓的英美的经验主义的思想 而他就是经验主义的先驱 当然他跟后来的英美经验主义之间还是有蛮长一段距离 但是他提出这句话其实就是属于经验主义的这样的观点 经验主义的观点 那我们认为这把剃刀是不再指在逻辑的推理的观念里面 而它是慢慢的回到自身来思考逻辑的一个必然性 跟我们所自身的自然世界中间是要分离的 所以称之为剃刀 因为这个刀总是能切割吧 就像我们说抽刀断水水更流 文学家的刀是来解决那个纷纷乱乱的情绪 而这个哲学家的这把剃刀相对的是要来解开纷纷乱乱的思绪 思绪要怎么整理 那奥肯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一个二分法 就是思考的逻辑有必然性 但是我们的自然世界 所谓的自然秩序并没有必然性 他认为思考逻辑的必然性并不存在于自然世界 而所谓的自然秩序或是自然规律都是偶然的 都是偶然的 我们等一下会来稍微再来反省他的观点 当然我们也可以做某一些修正某一些调整 因为二分法当然是一个很基本的哲学的思考模式 但是二分法并没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 就像我记得上次有提到说 如果一个哲学家只是坐在很舒服的椅子上 只说这么一句话一切都是相对的 其实这并没有解决问题 如何相对 那在这个相对情况底下 我们如何在相对的一个对立的两个面向 去理解这个相对的关系 就像人我关系是相对的 但是我们的伦理学就是让这个关系能够和谐 能够维持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平衡的状态 这就是一种伦理的观点 一种道德的态度 那我们还是来看看奥坎的William 就是奥坎这个人 他挥洒他这把剃刀 分开人的思考的世界 就是观念的世界 逻辑的世界 跟自然的世界中间 他分得很清楚 所以他接着说 对这个世界我们所做的解释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越简单的越不会有错 而越复杂的就越可能有错 其实在目前的学术的发展 也有这个取向 连科学家也有一些共识 就是说我提出的科学理论是越简单 大家越能够清楚 问题会越少 所以有所谓的科学理论 有比较完美或比较不完美 那通常科学理论比较是完美的 他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他不会说太多的累赘的话 而且是每一句话都能够很精准的 说出他所要说的 我记得是一位科学家 大概就是第一个拿到诺贝尔奖的 华语科学家 他们第一次拿到其实有两位 一位就是杨振领 一位就是李正道 我记得是李正道他说他要求他的博士生 跟他来做研究的博士生提出的最后那篇论文 就是要让他通过博士资格的论文 我们称之为博士论文是不能写太长的 我想他的意思是说你能够用越短的话 越精准的语言来说出你的研究的心得 你提出的一些科学的一些主张 甚至是创建是越好的 所以这刚刚也是符合奥侃的这个原则 奥侃的原则 所以他认为我们对这个世界所做的解释 是越简单越不会有错 越复杂的是越可能犯错 这跟我们所谓的当代科学理论 其实是相符合的 当然我们这边要稍微提醒一下 就是所谓的越简单的 不是说越片面越浅薄 越是一个单向的 甚至于所谓的约化的 不是的 我们希望一个理论 是能够有充分的解释的能力 一个简单的理论 是可以来解释很复杂的现象 我想这就是自古以来的哲学家的一个本领 而科学家也一样是有这样的本领的 所以这样的过程刚好也对应安斯坦 我想安斯坦大家都知道他是跟牛顿齐名的世界上伟大的哲学家 到目前物理学家大概是以他们两个的影响最大 安斯坦曾经说过 就是说该让所有的事物都能够用简单的方式来完成 意思说我们如果用简单的方式来尽可能对所有的事物进行了解 简单的方式并不是简单化 我想也是奥侃这把剃刀所要做的工作 所以我就认为奥侃不是一个转搞破坏的哲学家 他不是搞破坏 这把剃刀是来解决问题的 是来分析那个很复杂的现象背后 其实那个道理其实并不复杂 那个原则有时候是很概括性的很普遍性的 所以我们看看我们目前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是不是我们往往好像问题很复杂 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思想的利润 就像奥侃拿着这把剃刀一样 我们该如何善用我们的剃刀 来处理我们自己所制造的思想的问题 这个不只是一种思考的一个能力之所在 也是生活的能力 我想这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能力 所以哲学家已经确实不是在云端了 现在哲学家都是在四井之间 都在每一个哲学现场之中 只是他希望从自己的哲学现场 我刚刚已经说过我们的哲学现场 基本上是按照哲学史的脉络发展 但是这个发展前后其实是有关联的 看起来我们到目前这六个现场 已经出现六个现场 好像有点跳跃 但是我想我们慢慢就可以把它整个接连过来 我想我们节目如果进行到一个阶段 比如说出现十个现场 或是十几个现场 我们大概就可以把它接起来 刚好接出我们一个生活的脉络 我们的思想的脉络 好 那我想我们在这边就先休息一下 刚刚我们提到奥坎这把剃刀真的是有妙用 虽然它是很简单的切割 我们观念的思想的所谓的逻辑的一个原则 所谓的逻辑的秩序跟自然界的自然秩序是不同的 逻辑是讲必然 特别是亚里多德所建立的所谓的演绎逻辑 就是传统的逻辑比较强调推理的演绎的功能 它当然有必要性 有必然性 而自然世界对奥坎来讲只是有所谓的偶然性 只是一个事实存在的偶然 所以他这把剃刀很显然不是在制造问题 这是至少是他的目标 不是在制造问题 是想要来解决问题 那我们都知道当年在白色恐怖的时候 如果一个人被人家说你的思想有问题 那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 说不定没多久人就不见了 就要去绿岛了 那传说有一个年轻的学者写了一篇文章 他听说他可能被认为思想有问题 那事态就严重了 他赶紧去找他的老师 他老师是一个著名的学者 他要让老师来鉴定 他这篇论文是不是真的所谓的思想有问题 就出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叫做思想有问题 结果老师就说那你文章让我瞧瞧吧 让我瞧瞧吧 结果老师稍微一看就很简单说 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你这个文章绝对没有问题的 这个学生很高兴很放心的说真的吗 老师真的吗 老师很简单说当然没有问题 因为你这篇文章里面没有思想 这当然是个笑话 但是也让我们反省说 当年这个白色恐怖之恐怖 我们已经离开那个年代也有一段距离了 我们不希望还有任何的所谓的思想的前置 思想的监督的那个年代再来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 我们的思想应该是有问题 就是说我们思想一定是在一个问题意识底下 逐步的发展出来 那奥坎就是认为当初人类的思想 有所谓的混淆必然性 必然逻辑跟所谓的偶然性之间的这个问题 所以归结我刚刚说一句话说 谁的思想没有问题 就是说任何人的思想都是在一个问题引导底下才出现 所以有这些家说 是先有问题我们才会去找答案 所以他很简单的就说 你只要知道问题在哪里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答案在哪里 怕的是你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想这是这个做学问的人或是我们一般人 如果要去思考什么问题的时候 应该自己就会解决到他的问题在哪里 那我们的思想的问题又在哪里 那我很简单的一个分析 在这边我们至少有这几个问题 从中世纪结束要进入到近现代 在这把剃刀二分之下 我们开始发现我们的思想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第一就是我们自己的存在究竟是如何存在的 我们自己的存在究竟是如何存在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我们所认同的价值究竟是怎么被认知的 我们该怎么去接纳这些价值 我们了解这个价值理想 比如说我们最一般性的价值就是真善美 或者加上胜 真善美胜 而哲学也刚好在这些价值的引领底下出现几个重要的论域 比如说为了探索什么是真的 哲学家就发展逻辑 发展知识论 要去探讨什么是善的 那这些人就发展出一套伦理学 就是道德哲学 知道要我们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善的就是我们该做的 像舒威拉底就说 很多人行为有问题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善 只要他知道善他就会去做 所以他提出一个很直接的叫做知行合一论 所谓的知识就是道德 而这个知识就在认知什么是善的 什么是好的 我们就会去做 那些不懂得行善甚至于做错事的人 就是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善的 什么是好的 所以我们才需要有道德教育 甚至于社会上也有整个一个很普遍性的一些教化的工作 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那第三个问题 就是我们一心所向往的主体性 究竟该怎么真正落实 而真正的挺立起来 我觉得我们活在台湾活得也蛮委屈的 大概就是我们一直不晓得怎么挺立 我们的主体性 我们作为一个人 一个立身在台湾这个生活世界中的人 所谓的台湾人 到底该怎么挺立自己作为一个台湾人的 真正的一个尊严 真正的一个理想 发挥自己真正的作为一个人的意义 不只是说求名求利 不只是说拥有多少的财富 或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多么风光的去生活 而重要的是随时要回归自身去省察 我们到底是不是有真实的主体性 你是不是真正是一个人 要做一个人其实是已经是不容易的事了 是不容易的事 好 这是我想就是主要就是三个问题 我们把这三个问题整合起来 最后还是回到人的自身的主体性来理解 那我刚刚已经说过 我们主理性其实有几种面向 有几种这个属性 那最重要我认为 大概有这六种主体的身份 就是我们做主人 大概有这六种身份 第一个就是我们作为思想 或者所谓的心灵的主体 第二就是我们作为一个道德的主体 人格的主体 道德人格的主体 第三是我们作为 我们的生命存在的主体 生命的主体 是存在的主体 那接着就是我们作为 我们的历史文化的主体 我们常常说 台湾人要有孰己的文化 这在任何一个民族 任何国家 都要有自己的文化的特色 那我们当然有 只是我们不太能理解它 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很好的 所谓的台湾的历史教育 或是对台湾文化的 种种的理解的这些 管道相当的欠缺 那第五个就是我们作为社会价值的主体 我们该怎么进行一些判断 该怎么去理解 作为一个人有基本的价值需要追求 就像我们刚刚说真善 当然我刚刚还漏掉说一个美 如果美的价值底下 这些家就发展出美学 或是艺术哲学 而在神圣的理想引导下 这些家关注的是 所谓的人的终极的理想 就是终极关怀 那就是追求神圣的价值 神圣的理想 那回到我们刚刚的主体还有一个 就是前面有五个了 现在第六个是我们作为我们的政治 我们的国家的主体 政治的主体 国家主体 我们所以要来进行民主的 这个所谓的政治的运作 我们所以要选举 就是要凸显 人人都是政治的主体 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体 所以我认为 唯有深刻体认到 这些真真实实的主体性 完完整整的主体性 我们才能够去理解 我们作为一个人的整体的身份 而这个过程 也让我们可以变成一个 如假包换的一个真实的人 一个真实的自由人 一个真正的一个公民 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